I'm just a good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 me 不需要我介绍 大家好,相信大家都知道 刚才那首是皇后乐队的经典歌曲 波西米亚狂想曲 据说金庸当年听波西米亚狂想曲听得热泪盈眶 想要把它用作八六年梁朝为百 倚天屠荣记的主题曲 但TVB没有同意 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歌曲开头的这一段 由Freddy创作的歌词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A little high, little low 有人把这一段意淫成了 生意何欢,死意何苦 喜乐悲愁,皆归尘土 我没有这么文学 但根据我蹭的热度和标题 我很想反问一句 如今的职场和专业领域 真的easy come, easy go了吗 大家好,我是小花 一个创业服务的讲述者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请大家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有兴趣的也可通过我们的官网和社交媒体 与小花取得联系 具体信息在频道的解决里 最近的天朝形式很魔幻 每天早上碎眼轻松的我刷朋友圈时 都会有此感叹 内卷这个关键词 其实已经不算什么新名词了 作为一个定居海外 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中年女婿 我并没有分析内卷的兴趣 就我所在的创业投资 科技孵化这个小众行业 内卷的苗头 在当年李中堂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口号提出时 就苗头出现了 说到这里 小趴今天来扒一扒 自己当年在国有企业工作时的 环境氛围和收入组成 事先声明 以下内容为小趴个人真实经历和感受 并非行业内幕和潜规则 也无需对好录作 小趴本科刚毕业时 和大多数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一样 反感体制内工作 拒绝国有企业那种一杯茶 一张报纸过一天的日子 向往多姿多彩的外企大公司 想象自己被老板和同事叫英文名的高跟鞋白领 但真的这样工作了三年后 开始作死作活的 想要钱多事少离家境的铁饭碗 我家卢花那个时候 手眼通天的帮我投了几分简历 当时都喊我去面试 矫情的我呢 因为各种原因 最终只去了一家公司面试 却也运气超好的被录取了 从那天起 开始了我在国有企业的混迹 先说一下工作环境吧 作为一个见证和亲历 互联网在职场发展速度的80后 工作电脑的配置和是否可以上网聊天 是当年评判一个工作好坏的标志 然后呢 是上下班打卡和午餐环境 是不是听起来很玄幻 但的确 当我因为挤不上电梯 导致上班打卡迟到罚款 当我每天不知道中午吃什么 且无论是出去吃 还是自己带饭 等待微波炉 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都非常紧张 当以前公司规定 且让IT人员限制了你的工作电脑 只能收发邮件 无法浏览网页 更无法MS聊天时 国企的工作环境在当时可谓是天堂 首先 大多数国有企业 除非领导脑残 否则上下班的打卡 真的就是形同虚设 也不会限制员工的上网行为 当然我也真的遇到过这样的脑残领导 每天早上8点半 中午11点半 傍晚5点 就盯着大门口 记录着公司员工的迟到早翠 和午餐时间较长的情况 每个月发警告邮件给行政人事部 表示需要整顿 其次 正常的国企不仅是有午餐点 还很贴心的给予一定的餐补 也就是说 让你可以花着餐补的钱 在配套食堂里 不用动脑子的享受低价午餐 当然也可以减肥不吃 把餐补直接转化成 自己的收入之一 多年前 我曾经被戒掉至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了小一个月 那里的食堂不仅解决一日三餐 还有食堂大厨自己做的熟食 点心 方便职工外卖 关键是价格非常清明 当年带着我工作的组织部的小领导 让我瞄到了他的食堂卡余额 进入为数 当然了 除了串土串青的市中心稍微有点拥挤 国企办公场所一般都是自己的产业 也就是和私企 包括很多外企租赁办公场所的感觉完全不同 即使办公室搬迁 也不过就是从自家体系的这个楼 搬去了另外一个楼 作为小员工 归属感是非常强的 因为自家的就是自家的 而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共享办公空间 自己要拿着笔记本电脑天天的靠墙 才能做到窗位的那个工位 所以我曾经的一个工位非常抓眼球的 放了一圈毛绒玩具 以至于离职时这些私人物品放了一后备箱 然后呢 我就直接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收入主乘环节 相信大家通过知乎这种平台都能够了解到国企工资待遇 尤其是年收入的区间范围 但收入的组成 企业和企业之间还是有很多差距和不可言喻之处 当我在国有产业园区工作时 我老板的基础月工资是25000元人民币 那是2008年到2012年之间 而我刚进这家公司时的基础月工资税前5000元 一年后普涨税前6000元 此后呢再也没有涨过 每个月会有10%的奖金根据月读考核 不过绝大多数的人是拿不到这个10%的 因为只有考核达到了优才有 不才小趴拿过一次优 所以证实这个奖金的存在 年终奖是根据年考核成绩的 2.5倍到4.5倍的月薪来发放的 基本上大家的考核成绩 都是拿到3倍这个档位 毛算算 那年薪就是15个月的工资了吧 哈哈错 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一个非常神奇的操作 就是一旦这个月遇到了国家法定节假日 当月的工资里会加上节日费 那每年天朝有多少个法定节假日呢 我记得是7个 而每次的节日费即一个月的基础月工资 所以那几年我的年薪其实是22个月的工资 然后每年我们有服装费 因为作为专业服务人员就算不用穿的像保险公司推销员 职业套装也是必备的 我还记得每次商场在买一百送一百的时候 我们就相约去买服装 然后拿着发票去财务那里报销 公司规定的报销额度是5000元 必须有两套职业套装和三件衬衫 挤2000是我们当时经常买的品牌 便宜又大碗 然后在额度范围内买自己想要的其他东西 另外还有旅游费7500元 可以选择报销 也可以选择公司合作的旅行公司直接消费 因为在园区工作 公司呢配了四辆车 其中老板和两个部门经理都可以把车开回家 平时我们可以开公司的车 走访企业或者出去开会 实在需要打车也是时报时销 所以那几年虽然输赌一般 但是面子里子都还算过得过去 生好我们家老大之后 经人介绍我进了知名通讯营营商的一籍子公司 就是其他公司的亲儿子 业务很新人员编制很少 但薪酬体系一脉相成 分成了M港和P港 也就是俗称的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 别说M港和P港的薪酬相差十万八千里 即使P港的几个档次之间相差也是非常大的 基本的月薪看似差距不大 比如P5P6的基础月薪是五千元 P3P4的基础月薪是八千元 然后没有阅读考核 没有季度考核 只有年度 也就是说每年只发一次奖金 即年终奖 而且每年的年终奖一定是在12月31日之前到位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农历春节 至于年终奖通常是你月薪的15到20倍 对 你没有听错 月薪五千的12月31日之前会有一笔八九万的年终奖到账 为什么会这么多 别问 小趴这么喜欢专业制度的也没有复盘出来过 只知道M港的那些数字更夸张 当然作为国有通讯运营商 如果遭遇什么责任事故啥的 那年终奖被扣光光也是很正常的 更加凡尔赛的是接下来的一些常规补贴 运营商的员工一定有通讯补贴 每月300至300之间 每季度根据每个人的额度发曼门的通知卡 我经常顺手就送给我妈让她去超市使用 还有交通补贴 每月700到4000之间 我当年的那些同事们都习惯在年底关账前 购买正规定额发票 一次性进行报销 我就看到过前面提到的那个脑财领导 在12月时提交了48000元的报销单 发票贴得整整齐齐 每张都是100元面额的 现在想想很壮观 每月的餐股不需要报销 直接打到园区食堂的次卡里 每个季度食堂也会很贴心的提醒 余额较多的人去提现 不过这家运营商公司没有服装费和旅游费 倒是出差有明确的补贴 一定岗位级别的员工 如果异地工作 每个月还有小几千的异地补贴 因为八项规定 小趴协助接待中央巡视组的录注检查 所以很多数字都是眼界为始 罗里巴索的回忆了一把当年 并非鼓吹国有企业和天朝体制内的公司 小哈不止一次说过 我和卢花都是改革开放既得利益者 相信屏幕前 肯定也有正在体制内的小伙伴 认为我今天回忆的数字都已经过时了 那至少有一个数字是不会错的 通常在国有企业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小伙伴 你们的社保和公积金 甚至补充公积金 都是足额且分柄缴纳 小哈在美国遇到和认识很多留学生 我自己做创业服务很多年 并不是一味地鼓励所有人创新创业 尤其是高走上社会的年轻人 今天告诉大家这些数字真的不是凡尔赛 也没有什么值得凡尔赛 但是正在经历内卷 或者打算选择躺平的小伙伴们 你们能清楚地说出或者算出这些 维持你生计的数字吗 用一个同名人的故事收尾 卢花的大学同学 上海本地利二代 搞不清楚官和利息序别的 请参考袁恒飞老师的视频 本地三流大学毕业 标准技术男 一毕业就进入英特尔 经历世界四大粮食企业的ADM 上海最大的国际医疗中心 现在东南亚最大的零售企业 大中华总部任职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房贷 被公司外派到武汉 从此不知归期 这几天天天天找卢花诉苦 想家 想老婆 想孩子 但这把年纪了 为了养家糊口 不敢辞职 不敢换工作 天天啤酒家烤串 再找几个月在天边的老同学 速速口 打发一天 所以小朋友们 别去看什么内卷 内卷 你也要生活 你也要吃饭 累了 躺一会儿可以 但千万别躺平 你的生活才刚开始 我们这些老东西 还没有想去躺平呢 我是小怕 一个创业服务的小数者 一当年也就是说明 自己年纪大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请点赞 转发 分享 如果你有好的创业项目 也欢迎与我取得联系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